但國外這快篩根本不用像這樣搶破頭 英國早在去年4月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每人每週可以免費做兩次快篩 後來還能上網申請免費寄到家 至於在日本則是滿街都有快篩販賣機 想要買快篩 投幣就能帶回家 爸爸小孩一起做快篩 英國去年4月疫情水深火熱之時 就寄出超辯明快篩政策 每人每週免費接受兩次快篩 快篩設計還可以直接寄到家裡或公司 後續跟開放民眾上英國健保署網站 免費申請快篩 一核七組快遞到府 日本則推出快篩自動販賣機 24小時想買就買 投個便一核快篩設計就掉下來 而且因應疫情滿街到處都是 連拉麵店門口都能投一下 日本先前疫情更嚴重時 醫療瀕臨崩潰 大批輕症患者在家養病 還派出醫生到府服務 還有醫生全套裝備進入確診者家中 為患者測量血氧濃度 至於南韓疫情嚴重也帶動線上 看診APP流行 確診者用手機就能看診拿藥 還能挑醫生 不滿意就換一個 不只新冠還能看感冒和其他疾病 輸入症狀三到五分鐘內 就能和醫生視訊問診 問診完畢再等五分鐘 醫生開的處方間就會傳送到通訊軟體上 可選擇自取或快遞到府 不用出門簡直超級便明 記者綜合報導 醫生